这个是显然的话 这个差别很大 那么你要不要上来写一个布 就写一个符 转过来 然后这个 咱们不可能按照 那个方法写 按照我上次讲的 一布以后 你要用哪个笔呢 我带了两只笔 一个大笔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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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主要做这个结构 然后你按照我上次讲的方法 你先一步一步地做 然后看看 把这个相对位置定一下 好那这个你再看看哪个地方不准 大家刚才已经在说了哈哪个地方不准 那么你自己看看哪个地方不准 然后咱们按照 这个短了 这个短了 还有呢 再压一点 这个短了 这个就显得 这个就靠右了 还有呢 没有看出来的 这个可以看出来的 这个地方出来了 这个地方出来了 对 那重新写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主要是没有拿这个笔上去 拿这个 拿这个 这样 拿这个 拿这个是很难 就是 写在这 Prix effect I来找一个 我感觉都很好了 哈哈 再 边一点 再靠近一点 哦 这个 这个 谢谢 谢谢 什么 都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字 这现在好多了 好多了 还有哪个地方不对 它那个精神还是太多 回头还在概念 一个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角度 这个地方要短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了 然后的话是下面这个的话还要再短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还要再长 那么这个就是说咱们讲的 我大概讲一下 你刚才的话这有几个动作 你是推到这就停了 实际上你只要推出去 把这个比方就推出去 然后的话看到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要稍微短一点 这个就斜角 然后的话剩下的 这一部分做好之后的话剩下的部分就相对就好 做一些 然后这个地方出来的时候应该在这个地方还太短了 在这个地方快要结束之前 然后这个地方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是就是说 其他还有几个字的话 这个问题是基本是类似的 然后这个熊字的话 也有这样的问题 最后这个太长了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 我是希望的话就是你回去仔细再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再仔细分析一下 然后哪些字不对的话 咱们就是把这个这个这几个这几个字找出来 然后再再好好的这个这个就是专门着重去几个字 然后呢刚才你们用笔了有几个小问题 看到的话就是说你这个这个横的这个起笔的时候 你是在这样画一个圈过来 这个这个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的话就是你写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方法的话 你写出来的字我就看着你这个横的话 就是这个这个姿态的话 比这个这个要多了这么一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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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的这么一个形式 实际上的话咱们咱们咱们要是要这样写 这样不是从下面过来 是从从上面过来 原则上没有大区别 但是就是将来的话 这个咱们写字的姿态的话 就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然后还有你这个这个写这个这个这个 这一撇的时候 然后然后你做了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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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动作 好像是回上来这样回过来 你好像是这样回过来的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的话就是说有两个处理方法 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直接的话顶着笔风走 推到这儿然后稍微上往上一点就好了 这个就是没有太复杂的动作 就是说没有太复杂这个收风动作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啊咱们这这讲这个书法 其实有一个一个简单的原理 就是说用最简单的笔法 把最复杂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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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画写出来 这是咱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追求 最简单的方法写出最复杂的这个笔画 那么大家这个这个 你这个波横这个这个这个肠子呢上去的哈 你的底下的那个横哈要和这个基本上平行 对对对对这样子就看起来就这个字就比较实在 嗯这个技术派说的就马上就找到你的关键了 这个我写的时候不太注意哈 大家大家都是大家其实他他这个有些地方注意到 有些地方没注意到 就这个地方在这个这个这个横和这个 在这个地方这一段是平行的 那么这个玛丽观察得非常仔细哈 基本上是平行的 他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做到 所以说所以这个不是他的常态 那么这个他是做的做了做出来了 但是上面这个位置摆错了 所以说也没有啊 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他做技术派的 然后就能看到这个区别 那么这些的话就是说咱们在在写的时候 要不断的观察不断的修正 林老师能再把齐笔在那个横的齐笔再给做一下 您刚才说他那个是从下往上的 还是 他是从下往上 他的这个动作的话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几遍 他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一般的话 咱们是应该是从上直接过来 那么这个动作的话要简单很多 我平常写的时候是从上往下 我也不知道静静静 我也发现有别扭 你也发现有别扭 这么写和这么写不一样 那个动作就会有变形 所以过去的人这么写很难呢 老师还有这个就是长横 他那个到最后那个按笔按下去 那个那个位置到底要很多重 就是说要不要有特殊的动作 具体情况吧 就是我们看到的话 这个比如说这个笑字 这个步字 这个高字 这些的话这个都是有差别的 那么这个究竟多重的话 就是看你这个最终 就是写哪一个字 看你这个就是具体这个形态 就是说要跟具体的字连起来 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 那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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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原则的话 就是这个历史里面一个重要原则 我其实也讲过叫做燕不双飞 燕不双飞的话 就是你看这所有的这个字 这样的纳角的话都只有一个 都只有一个 这样子这个波的话 它只有一个 那么即使是它有很多横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那么这样的它只有一个 就是说这一笔的话 你就是说一定要写准确 那么就是它具体怎么样写的话 跟具体情况的位置有关 那么我们举一个 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的话 比如说这个在这 它一共是三横 那么它只有最后这一横 它有这个波画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说大家写的时候 慢慢就会体会到 比如说这个黄字 那么这也是三横 那么就最后这么一横 它有这么一个波画 然后这个锁字也是这样 上面这一横的话很长了 但是它没有波画 就下面这个 它把这个波画写出来 那么这个叫 这个是燕不双飞 因为双飞之后 这个字肯定就不好看 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 我觉得还有 就是它那些 好像最后那个 飞起来那个地方 翘起来那个地方 很容易 我觉得写得好的 它就是上面那个波度 基本上还是平的这样翘上去 底下它是有弧度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观察得很仔细 那么这个就是说要不断地慢慢地练习 那么这个就是不同的汉杯的话 最后这个地方的写法法也不太一样 那么就是说大家在不断练习当中 慢慢去找这个规律 这个下面这两张的话 这个是你的写得不错的 这个高原的 然后这个是露西亚是吧 还是谁的 好像对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他的 他今天没来 大概要两个星期没法来 那么动作都相当不错 你那个笔的话是那个星笔是吧 不是 不是 是李荣给我的一个旧笔 还是旧笔好 旧笔好 旧笔稍微容易控制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话 就是咱们还是讲到在这个布置 那么这个就很清楚了 现在大家一看的话就很清楚了 然后咱们下一个讲你这个高字 姓高 你这个要把这个表演好 上来示范 你上次示范过了 示范了 算了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好 那么这个 咱们谁上来示范一下写这个高字 要不要你来写一下 像是上面这一点是他自己 他写上 会写上去还是 那个我可以等会再讲一下 咱们先写这个高字 你在这个空间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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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别乖 有些问题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跟平常书写 毕竟不太一样 这个姿势好难 腿好难 我的脉好累啊 没完呢 没完呢 你别下去了 这个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这个还有什么问题 挺好 挺好啊 下边有点好 离力有点远 我觉得老师说第一笔很重要 它这第一笔这个横 第一笔当然是点 但是它那个横一下就这样打开了 把这整个字的格局就放出来了 基本上都不错了 这个呢 只有几个细节稍微要注意 一个是这个 这个和这个之间的距离 还有这个之间的距离 这个再压缩一下 那么这个 这个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下面这个 还可以再往中间稍微收一下 那么这个高字的话 昨天这个看大家写的时候 是普遍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下面这一部分 都写得太松了 那么现在就是说 一个是要往中间收 一个是要往上面靠 还有那个笑 笑字的话是这样的 笑的话是刚才这个 笑字的话其实相对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大家问到这一点 这一点的话是真的 这个是要写出来的 那么主要你是问的话 是这个东西怎么写 对对对 那么这个 有谁自己觉得那一部分写好了呢 上来做个示范 没有 Mary Mary 对对对 Mary 上来写写 版面对我个解语 是啊 MTV 我个解语的 我个解语的 方向习的 方向习的 客气的 客气的 我们把你转 他就是写的很那个 B这样的 你能借我一下那个 签字 对 好的 你說是孝字,是不是? 孝字,對 那我就給你,我告訴你,我就這麼寫的 哦,先定點 哦,這是別方的 哦,然後呢 馬爾,原來你是學什麼呢?工程還是什麼? 我學工程 哦,難怪,真的是不要 我本來都有格的嘛,我那指都有格的 那麼我這個呢,也有格的 然後你現在這沒格 然後就第一個,上面這個笑話是往上走 然後那個第一橫,那我就錯過這斜線,就是 沒有關係,好像這麼多點了,還要錯過這個 然後是往上走 然後這個呢,應該在中間,我現在也不在中間了 但是錯過了 然後這就是那波橫 你可以看到這波橫,它基本上都過了這一半 所以呢,我就大概需要從這兒寫到這兒 這個呢,大約是在這個地方 我實際上應該有兩筆 Anyway Anyway,對 這個實際上應該是這樣 我說好,計算機出生堂,我都這麼近 然後拐上去 嗯,嗯,嗯,嗯 我就在哭一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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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Mary 講的這個方法 這個定位 這個思想過程的,講得很清楚 哦 哦 吃了那麼多點 咱們這個 他講的這個就是理科化了一點 那麼實際上這個東西確實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這反覆在強調的一個新手演的話 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因為做得這麼仔細 但是我剛開始做的也是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那麼就是說 咱們要建立一個坐標系 這個坐標系有了之後呢 就是說最開始你是有輔助線 等你到後來的時候呢 這個輔助線你就去掉了 那麼這個坐標系就是在你不斷行 寫的過程中不斷地怎麼建立 那麼 這個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Mary這個方法 那麼 現在我就講一下這個下面這部分 這個怎麼寫 那麼 這個我的基本這個做法的話 因為我現在不用輔助線 那麼其實也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輔助線的話 就是說在頭腦裡面是自己有的 那麼這一橫寫好之後 然後是寫這麼一竖 然後這個的話 我看著它大概是它的三杯 對稱的 下面這個是它的三倍長 那麼的話 這個基本上這個就對了 對吧 它是它三倍長 對吧 然後在下面這個的話 要倒這個稍微不到一點 然後這個高度的話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地方不對 然後它這一點 這個是要要的 這個是要要的 這是一點 這是一點 然後下面這個問題 就是屬於把它給補充進去 那麼就是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這一部分是這樣寫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麼這一部分的話 實際上女生稍微動一下 稍微這麼弄一下就好了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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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這個 這個稍微做一下就行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麼一個動作 這個這一筆的話 實際上是一個很短的這麼一個趨勢 就這麼一下就好了 這個筆彈性 彈不起來了 那麼就是說 實際上做出一個動作的話 就是這麼一樣 就是這麼一下就好了 就是這麼一下就好了 就這麼一下就好了 這個形態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用這麼一個動作 然後在寫的時候呢 把這個形態不斷地 向它這個圓貼靠你就好了 基本上動作是這樣 還有那個葉 那個葉跟雲了那個不一樣 就是你覺得是哪有問題啊 葉 葉你這個基本上不錯 就是它稍微瘦高了一點點 像你看跟昨天的那個 那是路寫的吧 他的就看著就那麼的 反正看著順眼一點 那是誰的 對 那個路寫雅的話 寫的是 比你這個 這個仔細 你是寫的比他膽大 咱們要綜合一下 那麼你說這個葉這兒 是哪一個地方 你覺得 比較不能掌握 我覺得是第二個橫 和第一個橫之間的距離 有點 有點 這是非常細的細節 這已經是非常細的細節了 然後它那個最後一個橫 好像有點太長了 應該在裡面 對 但是從短一點說起來 可能就會很好的 咱們有誰願意上來做個示範呢 這個這兒 還是就我來寫一寫 那麼我給大家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然後大家再寫 大家上來寫一寫 這個葉這兒的話 其實有一個也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 如果你是理解了自己觀察之後的話 有一個坐標系的話 那麼你一眼看的話 就是這一二三四 這四橫的中間的距離是一樣的 那麼長短稍微撐撐一點 那麼這基本上一個趨勢的話 就是說 往中間有一個收斂的趨勢 然後在中間這個比較短 然後這個字的話是不太符合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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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的要把它給壓得很扁 那麼但是基本趨勢是一樣的 那麼我們來看你的和這個露西亞的區別的話 就是它這個這個這幾個橫的距離 它是弄對了 它這個中間的距離是均勻的 這是這是做對了 然後你的呢 就是在中間這個這個這個 有些差別 有些差別之後的話 就是說 咱們這個人的這個視覺 這個是很奇妙的一個事情 有點差別 有時候你說不出來 但是一看就看 就覺得它不舒服 對 那麼這個這個的話就是說 這個咱們寫的是再注意就好了 你要不要上來再寫一遍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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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張紙 拿一張 有這個字的紙 哦 拿這個 有實驗 好的 現在 錯誤就寫了 就空間不夠大 我都不敢下筆 先不要管 就是這個用筆的話 咱們就在這兒不講了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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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之後很高興的 就是大家用筆基本上沒問題了 除了幾個別的 有時候有一些這個這個 比較獨特的筆法 的筆劃大家還沒還沒太想過 好 別想 別想 我這常說的一些話是什麼 寫不好是正常的 寫好了是異常的 好 那電影看見我在瞄了 我沒看你 不想寫 好 別走 重寫一個 哎呦 這個很難點 這個距離都對了 距離距離上對了 大家看一下 距離距離上對了 這是一個大進步 對這個長短的話 這個關係也基本上有了 對 那不就是說再壓縮一下 再寫膽大一點 對 大一點 哎呀 班長你坐在幹嘛呀 攝像嘛 攝像 你留下證據 寫大一點 別怕 班長給你錄像 就誰的筆太小了 咱們換大 全程紀錄 記錄我們的成長 好 是不是有進步 大家鼓掌 謝謝 好亮眼 好亮眼 還有什麼自由問題 應該說的話 用筆的問題 咱們都基本解決了 這個是沒有什麼 可以太多說的 除了個別的 收筆的時候 注意一下就好了 這些地方收筆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好 行 咱們再想下一張 下一張 第一個是誰的 我的 你的 這個 這個地方少寫了一個 這個要寫的 好 那麼這個頁的話 其實剛才那個問題 他已經問過了 那個距離稍微有一點 需要調整一下 然後這個布置的話 這個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高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你要不要上來寫 這麼一個舉字 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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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大一點 別怕寫錯 還是按照這個 這個 咱們講的這個 那麼這個舉字 實際上是寫的 只有一點點區別 然後這個 這一點點區別的話 這個字的印象 就完全不一樣了 大家可以看 這個寫的非常大膽 好 應該先寫左右再寫中間這個 然後再注意觀察一下這個位置到哪 然後再重新寫一下 然後再重新寫一下 寫大一點 先寫這個 對 對 好 好 大家看到這個區別 好 那麼有一點 有一點這個小的 開的這個角度太大了 這兩個 那麼這個的話 顯然的話 如果是你先寫左右的話 中間這個位置就容易掌握了 對吧 對 先寫左右中間位置就容易掌握了 然後這個是一個比較 就是一個簡單方法吧 這個咱們寫舉字的時候也是 先寫 然後再重新寫這個 然後就下面這個是丁影的 對吧 我只取了一部分 那麼這個應該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的問題 那麼這個 唯一一個東西的話 就是說可以 可以讓這個視覺上感覺好一點的 就是把這個字和字之間 之間的劇筆再拉大一些 嗯 然後這個齊筆的話 有些還有問題 瘦筆 齊筆 瘦筆 這些地方的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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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個比較普通的問題 那麼就是說 你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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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齊筆的時候還是要爭取緣 你這個是墨太多了 化開了 比如說葉的那個地方 然後你中間這個 行筆的時候 行到這兒的話 那麼就提起來 不要再做這麼一個回筆的動作 好 這個的話 咱們 有很多同學都 因為都 偶爾會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要換筆 提起來 重新換一下筆 嗯 嗯 我有個問題 我的 為什麼那個字似乎都很細 我看其他同學那個 是不是因為我用筋 用的比較那個嘛 你是用的哪個筆 我家裡面沒帶過來 嗯 就是說 你沒帶過來 我就說我的 就是我的痕子就比較細 就不像那個 其他 我覺得筆都比較粗一點 這個就是說 你可以再往下壓一點就好了 稍微再往下壓一點 這個 這個不是 不是大問題 然後的話 咱們要注意的一點的話 就是寫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這個同一個點話中間的這個 輕重的反差 比如說這個字 剛開始很重 收的時候很重 那麼這個反差要注意到 然後剛才你寫的時候 我也注意到 這個這個撇和納的這個反差沒有出來 這個地方要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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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把筆往下壓 那麼這個地方也是一樣的 這個這個反差要出現 這個就是咱們以後 在慢慢寫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細節的話 越來越多 就是說一個點話之間 我最開始講的時候 是出戲差不多的 那麼現在的話 就是說咱們要這個起伏 輕重要出來了 還有李老師 就像這個 他那個 舉上的那些小橫 那些小橫的話 是點還是橫 他如果是小小的橫的話 還是要像栗樹一樣 回一下風這樣的話 對 對 要做的 對 除了這個你看不到的地方 你可以不用做 看得到的地方都要做 老師我有個問題 就是您剛才說 我的那個葉的那個橫 就是因為我看它那個結尾的地方 有的時候是比較細的 然後您剛才說 是要這樣按下去 還是就直接 不按 直接就提起來 不按 可以這樣直接就這樣提起來嗎 但不要有點尖尖尖 可以 有很多種收法 這個橫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的話 就是說在這個朝鮮碑裡面 實際上就是兩種一共是按下去 然後這樣就播化出來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就是說 到這結束再提起來就不要動了 然後還有一種的話就是 你在一邊寫的時候 一邊就提起來吧 就慢慢就細下去 這樣是可以的 這是可以的 是有的 然後這個例子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葉的這個 這一層的話呢 是一點一點提起來的 那麼還有這上面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大家在寫的時候 就是要慢慢要注意觀察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種種的這種變化 咱們看到把它給表達出來 好 下面這個的話是劉小妹 今天沒來是吧 嗯 那麼這個 咱們就先不講了 他這個就是說 用筆的話 還有一些 有一些問題 那麼這個是張薇 張薇的這個是進步非常大 好 那麼還算是比較壞 今天